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冷饭说 2017年算得上是一个选秀大年 很多青年才俊都已成功兑现了天赋 像塔图姆和米切尔都在去年签下了五年进两一的顶薪 不过,和这些未来之星相比 那一届的首轮26号选秀 Kaleb Swannigan则已悄悄地从NBA消失了 其实,不仅仅是NBA 他现在连普通的篮球赛可能都难以应对 在刚进入联盟时,他的体重是260磅 而现在,他已经膨胀到了400磅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竟然胖了140磅 很难相信他在去年还在为开拓者征战 那么Swannigan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如果要评选哪位NBA球星的童年经历最悲惨 那么热火前锋吉米·巴特勒一定榜上有名 他刚出生时就被父亲抛弃 13岁是因为长得太丑,被母亲赶出家门 直到高中时期才被养母收留 但是,如果和Swannigan相比 巴特勒的童年经历可能还不够惨 1997年,Swannigan出生于印第安纳州 从济世起,他的父亲就只会做两件事 吸毒和家暴 他的母亲靠着四处打零工维持家庭的开销 自己一人要供养6个孩子 每一天,Swannigan都要跟着母亲和兄弟姐妹 奔波在各个流浪收容所 因此,他也换过九所小学 读过四所不同的中学 2014年,他的父亲因糖尿病病发症离世 当时,他的父亲身高为2米03 体重近500磅 而Swannigan也遗传了父亲的两个特征 巨大的身高和肥胖症基因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太差 他根本吃不起健康食品 与其花费将近20美元吃沙拉 还不如选择便宜又能填饱肚子的汉堡薯条 13岁时,他的身高长到1米88 体重更是达到360磅 视频中,黄色衣服的就是Swannigan 白衣服的则是他哥 他哥哥比他大12岁 曾经是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 但是在2006年的一次事故中 右眼失明 导致他失去了在篮球领域发展的机会 但他明白 弟弟同样拥有出色的运动天赋 并希望通过篮球 能够改变弟弟的命运 当时,他们全家要搬去休斯顿 如果Swannigan还是跟现在一样被母亲宠溺 那么他的体重肯定还会一直飙升 结局就跟他的父亲一样 于是,Swannigan的哥哥 向他曾经在AU的教练Barns求助 希望他能够收养Swannigan 并开发他的篮球才华 随后,Barns将Swannigan领养 并开始帮他减重 最初,Swannigan的食量惊人 他的一顿早餐可以吃完一整盒燕麦片 外加一加轮的牛奶 有时,Barns也会在仓库的角落 发现一大堆吃剩的披萨盒 随后,他将Swannigan带到体育馆 开始对他展开特性 在Barns看来 Swannigan一定会取得成功 因为他不仅可以完成专业运动员 两到三倍的训练量 更是在态度上,不言放弃 高中时期,Swannigan成功瘦身 将体重从360磅至260磅 一身的肥镖变成了肌肉 2015年,他场均可以拿下22分14篮板 帮助校队,拿下队式第一座州冠军 不仅赢得了印第安那州篮球先生的殊荣 还收到了全美麦当劳高中全明星赛的邀请 并被选秀机构评为五星高中生 随后,他收到了众多篮球名校的邀请 包括杜克,肯塔基,亚利桑那,州立等等 但最终,他选择了家乡的普渡大学 并成为了球队的王牌大前锋 他在大学生涯一共抢下436个篮板 创造了校时记录 他还曾单赛季四次拿到20加20 创下NCAA历史记录 大二赛季,他场均可以拿下18.5分 12.5篮板 而上一个能在NCAA拿到这样数据的球员 叫做蒂姆·邓肯 2017年,他终于达成了他的终极梦想 被开拓者在首轮26顺位选中 进入NBA 虽然Swanigan还算不上是一位身体素质爆炸的球员 但是他的球风还算全面 不仅仅是禁区的肉猪而已 在NBA夏季联赛 Swanigan打了8场比赛 场均可以拿下16.1分 10.6篮板 NBA历史上能在夏季联赛拿到两双数据的新秀 还有霍华德 勒福 和格里芬 而Swanigan出色的表现 也让他入选了最佳阵容一阵 近几年 开拓者在培养新秀方面 有些不尽如人意 可能球迷印象最深的 是18年新秀Anthony Simons 他在全明星周末上拿到过灌篮大赛冠军 而其他的新秀 比如17年首轮11顺位的柯林斯 刚刚打出了些许成绩 就印上赛季报销 19年首轮25顺位的利特尔 场均4.6分 2.7篮板 如果再拿不出实力 未来也会被开拓者清理出门 对于Swanigan来说 他在开拓者并没有太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新秀赛季仅仅出战27场比赛 场均上场时间低至7分钟 并且基本都是垃圾时间登场 只能拿到2.3分 两篮板 虽然他曾经展示过柔软度极高的 转身过人和放篮手感 但是作为新人 他并没有得到这些战术地位 更重要的是 在水平更高的NBA赛场 Swanigan在速度方面 就显得相形见处了 2019年2月 他被交易至国王 而在人才积极 且要拼季后赛的国王队 他更没有锻炼的机会了 在做了一年的冷板凳后 他在2020年2月 再度被交易回开拓者 并且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 只不过可惜的是 他的最佳表现 仅仅是场均3分 4.7篮板 赛季末疫情期间 联盟决定在泡泡园区重启联赛 而球员们也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复赛 结果 Swanigan竟然选择了拒绝 而从那一刻起 他也正式离开了NBA 2020年12月 他因为在凌晨的公路上缓慢行驶 被警察叫停 结果 查出了携带了3.4磅的大马 以及一些违禁药物 2021年5月 他在出席法院的途中 被记者拍下了严重走样的身材 念及他是初犯 并且真诚悔改 法院最终判处他180天的缓刑 在离开NBA后 他逐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而在自由市场上 也没有任何球队对他感兴趣 为了让自己好受 他便再次疯狂进食垃圾食品 虽然他现在根本不可能重返球场 但是好在今年他只有24岁 只要他能够远离毒品 继续减重 回归正轨 还是有机会逆转人生 毕竟NBA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 2001年NBA选秀第四顺位的艾迪库里 圣牙一直受到体重的困扰 在10-11赛季无球可打后 他努力减重 成功瘦身70磅 并最终和热火欠下一年合约 虽然他只出战了14场比赛 但他也跟随热火 获得了那一年的总冠军 初进入联盟时 Swanigan还是个积极努力的小伙子 从他嘴里总能听到那些励志向上的话 篮球这件事我永不放弃 我会一直谦虚 保持专注 不断进步 然而现在他却放弃了篮球 当然Swanigan是否能走出黑暗 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 毕竟吸毒加上体重超标 可就是他父亲当年 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